中共病毒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 最新統計數據超過6,331萬人確診 146.7萬人死亡 感染人數持續增加 去年12月1日是湖北武漢確診首例武漢肺炎的日子 疫情爆發一周年之際 CNN稱取得一致來自中國湖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內部的機密文件 並標明內部文件請保密 經過各方專家分析後 確認該117頁文件的真實性 文件更加證實 中共當局堅決否認國際對其隱瞞疫情的指控背後的真實狀況 CNN披露 今年2月10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延伸北京 透過視訊指導疫情防控工作 當日中共官方公佈新增確診病例2,478宗 至此當時全球武漢肺炎確診人數上升至4萬多例 不過根據機密文件顯示 當日新增確診病例數為5,918宗 在對外公佈數字的2倍以上 相信中國疫情遠非公眾看到的數字 在1月10日的一份報告中 中共地方官員向上級回報稱 使用SARS的檢測方式對武漢肺炎病毒根本無效 並且會經常出現假陰性 當時進行的病毒測試只有30至50%呈現出陽性反應 中共官方當時對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並不包括疑似病例 變相令外界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 據《蘋果日報》報導 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楊大利指出 這些數字相當重要 因為影響了全球的看法 他們仍然希望這些就像2003年 就像SARS一樣的最終會受控 所有事情都會回復正常 美國范德保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專家沙夫納也指出 中共在任何時候都在掩飾疫情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的全球公共衛生資深研究員 黃嚴忠表示 他們顯然犯下錯誤 不僅是在處理新型病毒時會犯的錯 在處理疫情方面也犯下官僚作風和政治考量的錯誤 該文件指 2019年12月湖北省就已經進入了流感高峰期 與2018年同期相比 在12月2日所在的星期內 湖北當地的流感個案激增了2,059個百分比 武漢、宜昌和鹹陵等地都有數千人感染 但這波流感高峰期的真實情況從來沒有對外公開 也表明早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之前 湖北省地方公共衛生系統已經超負荷 中共一直強調疫情可防可控 實際證明情況並非如此 中共對外公布的疫情數據也多與內部實際統計數據不符 文件顯示 中共官方的疫情爆發初期 處理疫情非常混亂 檢測速度緩慢 當初衛生單位診斷病患平均需23天才能完成 沒辦法有效展開防疫工作 該文件揭露了2019年10月至今年4月之間 一段不完整時期衛生系統的情況 顯示中共缺乏彈性的醫療保健系統 自上而下充斥著官僚主義和僵化的程序 表明中共對這些官方程序 不具備應對新出現危機的能力 中共隱瞞疫情的真實情況 在這些機密文件中的顯示只是冰山一角 CNN訪問的衛生專家指出 這份文件揭露了中共隱瞞疫情的原因 中國在最初幾個月發現確診者 這件事是這麼重要 因為中國確實犯了錯誤 不僅在處理新冠疫情時發生的錯誤 或是因為官僚主義而引力的病例 而導致的錯誤 這些錯誤都使全球共同承受中國隱瞞的後果 中共病毒至今仍然全球擴散 國際專家就無法對湖北當地 未進行全面核查 CNN表示取得的文件來自一名 自稱在中國公衛體系服務的吹哨者 願意揭露真相 CNN和六位獨立專家 包括一名歐洲安全專家 利用嚴謹的電腦分析 已證實相關文件的真實性 無法對湖北當地 新冠疫情時發生 全身後 分析 總之 已定位 任務 對湖北當地